我惹她?我还敢惹她?她一天都赶我走八回了,我还敢惹她呀。反正我是没有见过这样凶狠的女人,你娶了她,这真够你受的。 叶青罗不偏不倚地在这时候接话道。 受不了就走呀,如今他人也醒了,你再也没有赖着的理由了不是?可别让自己再委屈了。 嫂子,那个,你饭还没做好事吧?我马上去帮你烧火。 她倒是跑得极快。 这人,你到底怎么打算的? 我看出来了,那家后根本没打算走,莫不是要娄上我家了。 青罗,就暂起,让她留些些日子吧。等我好些了,自会好好安排她。 嗯,我不管你什么打算,但是这人不能给我和孩子带来麻烦。 放心,绝对不会。 你好好休息吧。 谢谢你啊,青罗。 先不用谢我,以后这人惹出什么麻烦,我会头一个当五点证人的。 不过这话倒是提醒我,村里爱找事的人大有人在,这件事必须得好好处理,绝对不能给青罗带来任何麻烦。 晚上果然只有酸萝卜配馒头,男人看着饭菜,嫌弃地皱着眉头。 这,这可怎么吃啊? 你去桌里看看谁家收火有我家好的,告诉你,那些吃不起白面馒头的大有人在,你有的吃还挑剔起来了。 就是,有白面馒头你还不知足,真该好好饿你几顿。 我和哥哥那时候饿的,恨不得把地上的草都拔着吃了,还好娘出了离家后,却振作起来,这才有我们如今的好日子过。 我也没说什么,这白面馒头好吃,特好吃。 实在没办法,才夹了一块酸萝卜放在嘴里。 这,吃个也太好吃了吧,这真是萝卜吗? 我可没吃过脂不可口的萝卜。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因为家里两个男人,一个不能动,一个不会动,叶青罗也只能中午再回来一趟,专门给他们煮饭吃。 秦罗,你明天不用回来,做饭交给燕灵就行。 燕灵? 哦,你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呢?谢燕灵。 嗯,她,可以吗? 当然。 不不不,我不行,我不会的。 我会教她的,你就放心吧。 我才不舍得让你来回折腾呢,本来开店就够累了,怎么还能多伺候两个人? 嗯,那好,我明天就不回来了。 她的饭一定要煮软烂点,还有,大夫开的药,按时间好给她喝。 不是,我,还有,你向我要是闲下来,记得把院子收拾干净,做饭记得,不许把厨房弄乱。 你,你要求还…… 你放心,我一定会见毒大的。 嗯,那我走了,你没事可以试着活动一下。 知道了,余北辰,你还是个大丈夫吗?你怎么见了她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呀?就这种女人,你就得好好地教育她,怎么能让她骑到男人头? 话还没说完,就看到取而复返的叶青罗。 嗯,嫂子,你还有什么指教? 我想听你指教,继续说呀。 嘿嘿嘿,指教?我怎么会指教呢? 嗯,那个,我记得北辰衣服还没洗,我去给她洗干净。 说完,就溜之大吉。 你怎么那么笨,西柴都劈不好,这几年的饭,你都是怎么吃的? 喂,李北辰,你娘子管不了,你孩子也管不了吗? 李北辰,李北辰正在给闺女雕刻娃娃。 我觉得小宝说的挺对的,这些你是该好好学学的。 哼,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在这个家,还不如门口那条小黄。 月儿,你到时候真的要送这个给你娘亲吗? 嗯,娘那天在街上看到卖的,还说好看呢。 就在这时候,叶青罗走了进来。 娘,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早? 我还说让西叶玲披好柴虎做好晚饭呢。 你们中午吃饭了吗? 嗯,吃了米饭,不过她把饭都烧糊了,实在是太笨了,你我爹爹还笨。 我好吃好喝的伺候你们,姨儿仨,你还不满了? 做得不好还不让说。 青罗,这几天,我一直想找个时间跟你说说,我其实…… 李北辰,其实我并不好奇你出去干了什么,也不好奇那个人是谁。 你也知道,我一直想要的就是和孩子过简简单单的生活,所以如果他,或者是你,身上有什么危险信号, 我希望你伤好以后,远离我们,而不是现在跟我解释一些有的没的。 这话是有些拒绝,可是我的孩子还小,我不想冒险。 况且那西叶玲的言行举止,根本就不是普通人,加上你们的伤,都是步步致命的。 除了这些我还能寻摸不出什么,那我就真是蠢了。 好,我答应你。 谢谢。 你总是和我这样疏远。 不疏远,难道靠近不成? 李老头带着老大老三一家一块来的,这架势一看就不一般。 我还有点事,先出去一趟。 这不得给人疼地方吗? 你是家里的主人,来客人的,岂能有不招待的道理。 我要你留下来,我要让他们认清。 如今这里的主人,是你叶青罗。 好,北辰呀,你不在家这几天,家里出了些事儿,相信青罗都告诉你了吧。 出事儿了? 青罗好好的,两个孩子也很好,没什么事儿。 是我们云朗,他这孩子顽皮你也知道,前几天不小心碰到许家的孩子,如今他家不依不饶地要讹诈我们呀。 北辰哪,你官府不是有人吗?能不能帮忙重新盼盼? 这么说,官府已经调查过了。 呃,是,他们也没查太清,就判了罪,我想…… 哼,大哥是想让我跟官府说说,重新再调查清楚一点。 呃,不不不不,调查也调查不出什么,我就是想,两个孩子玩闹出的事儿,要我们云朗一个人负责,太不公平了。 主要是许家要的赔偿也太多了,我们根本给不几啊。 哼,县令会冤枉一个小孩子吗? 我看今天既是这样判了,那定然是证据确凿了吧。 好,就当我们云朗有错吧。 北辰,你就借我们点钱,尽快把赔偿还了许家,否则我们云朗就没法读私书了。 我儿子的前途最重要的,从李家几个儿子我就看出来了,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此家男人,我已经是指望不上了,那么我的儿子就一定要出人头地才行。 借钱? 你是怎么觉得我有钱呢? 就连我自己,现在都是借住在青罗这儿的。 我一个大男人,还要靠自己娘子养着。 我还想,家里要是有钱能借我点,我好给青罗拿点生活费,免得别人说我吃软饭。 什么?你没钱?你还哭穷?谁不知道你在京城当了大官,如今出息了,就不想认这个家了是吧? 所以,你是觉得我做了大官?所以贪了很多财产是吗? 我,我可没这么说。 那你凭什么觉得做了官就有钱呢?难道我就不能做个两袖清风的官? 你…… 看来我还是应该找官府,好好调查调查我,否则还不知道多少人要误会我家产万官呢? 费臣啊,赔成要不了多少钱的,你先拿出来,大不了我让老大给你写借条行不行啊? 可是,借钱,也得别人真的有才能借吧?我现在是真没钱,信不信有你们? 这……费臣…… 这时候,费臣领领领着俩孩子回来,看到这阵仗也能明白了些,正要转头走。 是位公子,就是我们北辰的同僚吧,果然是生的一表人才。 我看,我顺路就来叨扰北辰两天。 怎么能算叨扰呢?你能来我们家,简直是我们家的福气。对了,你还没去我们李家宅子看看吧?要不,我帮你去看看。 那行,我就去看看。 好吃好喝的照顾你两天,竟然连个小忙也不肯帮,简直就是不要脸。你没钱你别吃啊,我们家几天的口粮都被你一个人吃了去。 小爷让人照顾了?分明就是你们自己把小爷请去,还不许小爷回来的。 什么家里有困难请小爷帮忙?小爷都不认识你,凭什么帮你啊?你也不撒包尿照着自己,是怎么好意思开口问生人借钱的? 你别说小爷没钱,就是有钱也绝不借给你。 你……你…… 你什么你?我告诉你,再敢多骂一句,小爷就骗了你。 朱彩霞一看这架势,立马跑得比兔子还快。 李北辰,你知道他们是那种人,为什么不早点提醒我? 我看你在我家里也是住够了,如今去换换环境也是挺好的,怎么这才只住了一天就回来了? 哼,我就是去看一眼,他们就非要死活拉着不让我走,还说要好吃好喝地招待我。 结果弄的饭菜,简直让人无法下咽,我昨天就要回来了,是他们非是不肯。 你以为人家饭都是白吃的? 小宝说得对,你既决定在我这儿多住几天,也该想办法去挣些钱,给我娘子补贴些生活费才是。 你说什么? 怎么?说得不明白。 娘说了,我们家不要闲人。 你,你们…… 正是这个时候,叶青罗才不急不慢地走了进来。 青罗,你回来了?饿不饿?我给你做好吃的。 看来恢复得不错。 那是,两个孩子亲自给我断药,自然要更快好起来的。 就听到外面几个妇人的议论声。 许家是真有功夫,竟然真就天天来闹,我看李家有点招架不住了。 活该呀,他们那种人就该这么治他。 你看看那李云朗,捅出了这么大的娄子,他们连骂都不敢骂一声,倒是一直指责别人孩子,简直了。 谁说不是啊,我看就该让他好好赔一笔,这样才能长记性。 我看哪难,你就看看那孩子不知悔改的样子,甚至还嚷嚷着别人都是活该。 就这种玩儿,长大来得多下人呢。 是啊,那个李云朗,一看就是个做土匪的料子。 啊,李家走投无路,却还是会来找北辰的,这是不用想的,我想着北辰最多也就是嘴硬两句,最后还是会妥协家里的,毕竟他也是姓李的,李家也总是拿着压我,可谁知道,这次他竟然这么决绝果断。 如果这件事我解决了,从此就和李家彻底断绝关系,你看如何。 嗯,你说什么? 我说断绝关系,从此再不来往。 我李北辰,生不入李家的门,死不入李家祖坟。 你,你竟然能说出这种混账话来。 我还有更决绝的话都还没说呢,你们想听吗? 你,你。 我离开时就告诉过你们,让你们不要去招惹青罗和孩子,可是你们是怎么做的?你们是怎么对他们的? 我,我们没有招惹他呀。 让他卖电不算欺负,还是打他房子的主意光明? 爹,在你眼里,你儿子到底算是个什么? 这,不是的,我们就是把他当成自家人才会…… 够了,你们欺负他,就等于是欺负我。 好,既然在你心里,大哥三弟,以及他们的孩子都比较重要,那我又何必非要融入你们的幸福家庭呢? 我,现在只想和我的妻子孩子,安稳地过我们的日子。 你,你,你,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想好了,随时来找我。 好,今天就当地没有来过。 李老头失落地离开。 依你看,他们能想到办法解决问题吗? 哼,以老三家的聪明,肯定要趁机划清界限。 老两口不想自己晚年凄凉,也自然会放弃管这件事。 我估计最后的结果,还是老大夫妻承担一切。 李云朗这种性格,以后还是交代两个孩子,离他远点,免得被伤到。 嗯,我会交代他们小心的。 秦罗,给我点时间,我会尽快在县城买租房子的。 到时候,就可以彻底脱离他们了。 如果要买房,我肯定要去大城市买的。 这座小县城,可有点容不下我。 好,就去大城市买。 说的好像跟你要房子的,我叶青龙会靠自己能耐买房的,而且是要不了多久那种。 哥。 你鼻子还挺尖,刚做好的红烧鸡,来吃点。 李秀珠红着眼眶,根本无心吃的。 李北辰自然察觉到了不对,便问道。 怎么,出什么事了? 他看了看饭桌上的人,明显有些顾虑。 来,扶我出去走走,正好我吃多了,想消消食。 好。 怎么了? 哥,我可能真的要和子营和离了,他这次是铁了心,不想要我了。 就因为什么? 还不是娘,非要对他们家不依不饶的,这回差点搅黄了子营弟弟的婚事,还把他爹亲的病倒在床,子营他生大气了。 我早就告诉过你,不要消磨一个男人对你的耐心,可是你偏听不进去,这下你可要怎么办? 哥,我不想和离,我不想丢下孩子,娘他非要让我要钱离家,我没了家要那些钱还有什么用啊? 哼,你真觉得娘要来的钱能给你? 舅主,你也该看清楚了,他不惜毁了你的婚姻,是为了什么? 哥,你说的是云朗吗?其实爹已经说了不管了,他说既然是大哥将惹出的事,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了,我们不必费心。 舅主,过好自己的日子比什么都好。 这其中,孰是孰非,你自己想清楚,未来的路,只有你自己能决定。 可是二哥,我都服软了,我都求子营了,他是铁了心不要我了,他什么都不肯估计了,我都不知道以后要怎么办才好。 如果你真的想清楚了,我可以出面和子营聊聊,我看他不是个不通情达理的人。 若是你真心悔过,他不会不接受的。 不行,根本不行。 我只问你,为了他,你可以放弃娘家的一切吗? 我…… 这个问题你想清楚,其他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 二哥,你是不是很快要去京城了? 我想你如果要去,能不能带上我一起,我不想留在家里了。 我暂时不去京城,不过你要是想去,我倒也可以帮你安排。 只是,你想在京城立足,只怕很难。 那怎么办,我怎么办? 既然回来了,就好好想想吧。 二哥,你手头有没有宽裕的钱? 旧主,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等你开口,都想要尽力帮你吗? 我…… 因为在我眼里,你是整个李家最纯粹的一个人了。 既然脾气不好,可是心情纯粮。 这么多年,我还一直把那个纯真的妹妹放在心上。 只是,你可别逼着我,丢弃了她。 二哥,家里真的…… 以后没别的事,别来找我了。 我只想过好自己的小家,足矣。 二哥…… 怎么起这么早啊? 其实我起来做就行了,我们都说好了,这段时间,孩子由我照顾的。 哎?你说现在就送他们读书,会不会有点早? 你放心吧,我有分寸的。 翠志,你现在还想不想读书了? 读书?我可以吗? 你姑父如今在私塾教书,我可以让他想办法把你安排去打扫卫生。 这样闲书的时候,你也可以坐在角落里,跟着一起学去。 姑姑,谢谢你。 我……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有机会进去私塾的。 好了,姑姑也就这么一点点能力,你能学多少,全看你的造化了。 只是翠志,你一定要记住,命运永远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你千万不要像你娘一样。 我一定不会像娘一样的,一定…… 回来发现大门没锁,他还暗骂着李北辰粗心。 然而门开,就看到院子里也…… 李北辰看到他回来,紧张得有些不知所措。 秦龙,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 娘,今天是您的生辰,我们祝您生辰快乐。 生辰? 哦,这应该是园主的生辰。 育儿从华里掏出木头雕刻的仙女娃娃道。 娘,这个小仙女就是按娘的样子画的,娘要永远等我们的小仙女,好不好? 好,育儿乖。 小宝也从华里掏出个核桃红线手链。 娘,这个核桃小框是我亲自掏的,你都不知道浪费了多少盒,好在我掏成功了,你看喜不喜欢? 喜欢,喜欢,喜欢,小宝贵。 你呢,不会没准备吧? 我,我…… 娘有你们的就够了。 正当这时候,谢彦玲也正好回来吃饭。 李北辰,你说让我们采花装扮私塾,现在这是你的演习? 今天是娘的生产,我们在帮娘切生产呢。 谢叔叔,你是不是也给我娘准备了礼物? 礼,礼物? 我根本就不知道,上哪儿去弄礼物啊? 突然想起来,人家托她带回来的信。 哦,对了,这个信人家让我带给你的,既然现在饭还没做,那我晚会儿再来吧。 说完,跑得比兔子还快,疑惑着打开信封,列宁除了一封信,还附了一个翠玉手镯。 这是苏宇接来的,还说这是她家的传家玉拙,希望能在她生产这天带到她的手上。 神色复杂地进了屋里。 怎么,娘只是收了一封信你就这么不高兴了? 你可是人都找上门了,娘不也没计较吗? 什么?谁找上门了? 具体我也不清楚,只听说是个女人来给你送药的。 你老实说,这些年,你是不是在外面早就找好了下家了? 什么下家? 我看你就是把心都给别人了,既然心都给别人了,娘也肯给你自由,你现在为何又不肯走了? 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说是为了我们,我和玉儿不背这锅。 谁告诉你我有了下家? 又是谁说我心给了别人? 我留下来完全是…… 完全是为了你们能给我机会? 我才不管你给没给别人,反正从娘被李佳人赶出来那天,从你六年时间对她不管不问。 如今你想轻巧回到我娘身边,那就是不可能。 既然是你先放弃了娘,那娘就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娘说过,人必须要往前看才行。 我知道我没资格。 我本来就是回来赎罪的。 晚饭,李北辰准备的一桌子好吃好喝的。 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你尝尝。 李北辰,你还真是有钱了。 这没花多少钱的,就当是你生辰和孩子读书,一起庆祝了。 而李北辰手里的簪子也是钻了又钻,最后始终没能拿出来。 你说,八月十五的月亮会不会更圆更亮? 会的,到时候咱们一家,一起坐在院子里上月,怎么样? 叶庆罗,如果我说,我对你有了特殊的感情,你会不会愿意试着给我一次机会? 你...说什么? 我说,我喜欢你,我想... 等等。 叶庆罗立马从主椅上站了起来。 那个,你怕是喝多了,要不早点回去睡吧。 他靠近着他的胸膛,不敢抬眼去看他的脸。 他不动声色地拿出早就买好的发簪,轻轻地戴在他的发间。 果然很配你。 那个,我...我有点冷,先...先回去睡了,你也别在外面待太久。 说着就想跑,他却顺势将他拉进怀里。 青罗,我们是夫妻啊,我们应该相濡以沫共同白头的。 青罗,是我把你弄掉了,我想找回你可以吗? 这个男人好像在哭,眼泪尽失了我的衣服。 我突然很心疼,想伸手抱抱你。 可是我们,可以吗?你的前途,真的要这样放弃? 你甘心吗?你不会后悔吗? 或者是我去妥协吗?我放弃自己想要的路,跟着你的步伐,去做个高强大宅的官太太。 我喜欢那样耳朵的日子吗? 不,我不能。 我从小的教育告诉我,女人刀自强,我无法一辈子去依附一个男人生活。 随着李北辰身体逐渐恢复,两个孩子越来越担心着什么了。 娘,他们是不是很快就又要走了?这两天那两个人总是坐在一起商商量量。 小宝,娘还是希望,不管爹爹做什么选择,我们都不要心存怨恨。 你要知道,她是爱你们的,只是她也有自己的身不由己罢了。 我没有怨恨她,我早就想过了,我们身边有娘就够了,其他的都不重要。 娘,我去求爹爹好不好?我去求的,他一定会愿意留下的。 鱼儿怪,爹爹有他自己的使命,他不能一直留在我们身边,不过我们可以好好努力,也许以后有一天,我们能到他的身边去呢。 娘,再怎么说,我都还是救不出爹爹。 小宝,鱼儿,过来,爹爹有话跟你们说。 鱼儿眼眶更红了。 真的这么快吗?真的就又要走了吗? 爹爹,你…… 青罗,还有你们俩,我有话想对你们说。 我们知道你的意思,娘说你有自己的报复,我们应该要理解。 我们答应了娘不对你心存怨恨,可是有一点,你也必须答应我。 你想要什么? 我要你怀我娘自由,她现在既然不能做你的妻子了,但你就该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否则以后也只会给娘造成困扰。 你……你是想让我和你娘…… 合理? 没错,你既走得潇洒,就不该让我娘苦守。 再说,你也不值得我娘守着,所以我们决定了,等你走了,我们就给自己找个后爹。 我们对后爹没别的要求,只要他对娘好就行,到时候我们也会给你发情帖的。 这也是你的想法。 嗯,如果孩子有需要的话,我当然可以…… 好啊,你们找爹的找爹,找相公的找相公,这是真当我是死了。 那你想怎样? 你在外面风流快活,让我娘守着我们孤苦一生,我告诉你,我们才不舍得让娘受苦呢。 好,好,我真是…… 我…… 好了,你放心,孩子永远都是你的孩子,以后你可以经常回来看看。 等她们,等她们大了,也可以去京城投靠你。 当然,你方便的话。 就在这时候,谢燕灵跑了进来,问道。 你们商量的怎么样? 是,我也说教书先生挣不了几个钱。 他那才华去教书,春春可惜了。 你们说是吧? 教书先生? 怎么,他没告诉你啊? 他已经在私塾报名了,等开学就能去教书了。 像他这种人才,竟然跑去教村里的孩子,险之浪费。 啊? 爹爹,这么说你不走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走了? 太好了,爹爹不走了。 哥,你听到了吗? 爹爹不走了,苗。 李北辰,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叶青罗,请你不要剥夺我照顾孩子的权利。 或者,你是担心我留下,影响你找更好的男人。 李北辰,你少给我阴阳怪气的。 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为自己的一时任性做出后悔的决定。 我知道你放不下孩子,我可以答应你,尽快把孩子带到你身边去的。 可是叶青罗,我不后悔。 我留下来,不后悔。 你。 我是个成年人,我想我比谁都知道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叶青罗,不要试图改变我的想法,我已经决定了。 早晚有你后悔的时候。 叶青罗,我不会后悔,永远不会。 自生辰过后,叶青罗有点明显地躲着李北辰了。 小宝,你娘怎么就那么烦我? 我娘本来就烦你,你说你还没表现两天呢,就急着去表白,她不拒绝你拒绝谁。 那,那我…… 我知道,你肯定是看到那封信,就怕我娘被人抢走了。 可是没办法,我娘那么优秀,肯定很多人惦记的。 你自己不珍惜,自然就要给别人渴成之机了。 依我看,你今天这样都是活该。 你觉得我的机会,会不会比那个姓苏的大一点点? 净水楼台先得月,你自己琢磨吧。 这么说,就是我机会更大了。 别高兴那么早,我娘对男人要求很高的,你还得努力。 呃,这儿子……算是在帮我吧? 嗯,应该算。 烟过得极快,中秋节来临。 她早上特意嘱咐李北辰要把翠枝叫回她这儿吃饭。 姑姑,你都不知道,那马小红硬生生被安排拉了两天的干水, 还被店里的老夫人骂得狗羡临头。 她回家后啊,死活不肯再去上工了。 现在这稀网的活儿又落在我娘手上了。 那就太好了,还有你在学校挣钱虽手。 可以要稍微存放点。 你娘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她以后肯定是没办法帮你准备嫁妆的, 你就只能自己做打算了。 我长大了就不成婚,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怎么,你辜负这样的还不好? 小姑娘,你可别仇视男人呀。 她抛家多年,对姑姑和弟弟妹妹不闻不问, 这样的男人就好。 我看你就是没看到我姑姑那几年吃的那些苦。 现在就只看到假不假样的讨好两下, 就说她好了。 嗨,你这小丫头。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 话也不能这么说, 那几年北辰是没能及时回来照顾他们, 可是她也是有原因的。 再说,这些年她在外面, 本就有很多机会, 可她仍然坚守底线, 这男人难得了。 你少说几句吧。 怎么, 我说错什么了? 当年那么多优秀女人, 恨不得都给你做妻女。 住口吧你。 李大人何苦这么紧张? 人家谢公子又没说错什么? 就是啊, 我都没说错。 你自己说, 那些女人哪个不是冒昧? 再敢多说一句, 我立马把你送回去。 快吃, 今天这烤鸭特别香。 男人啊, 果然没一个好东西。 姑姑, 我不吃了, 反胃。 随之, 剑留不住他, 叶青罗把烤鸭打包上半只的, 带回去给你娘吃, 还有月饼。 姑姑, 被他们看到根本吃不到娘嘴里。 拿着吧, 我相信你有办法。 看起来您在外面看到的花花世界很精彩吗? 不是那样的, 其实…… 李大人不必跟我们解释, 我们没兴趣听。 娘在家里受苦, 爹爹却在外面和别的女人, 别人在一起, 玉儿不喜欢爹爹了。 不是的, 玉儿, 爹爹没有和别人在一起, 爹爹…… 没在一起也没见你回来一封信, 可见你就是不把我娘放在眼里。 哼, 还说什么让我们给你机会, 只怕这是李大人特意给我们留的机会吧。 小宝…… 李大人到底是打算把我娘哄骗到手后怎么做呢? 是给他买个大宅子让他给你养孩子, 还是逼他接受你那一个又一个的美娇气? 小宝, 你住口! 怎么? 这就不装了? 你不喜欢可以走呀, 我们从来就没有强留你在这儿。 李北辰, 你休想再伤害我娘! 那些年我错过的, 终归不是我几句话就可以弥补回来的。 我以为只要不提就会过去, 可显然是过不去的。 正当叶青罗刚把早餐摆好, 还没来得及叫孩子们吃饭, 大门就被敲响了。 他想着该是谢燕灵来吃饭了。 谁知道一打开门, 就看到李氏带着李云朗站在门外。 我儿子呢? 叶青罗还没来得及开口回应, 他就一把将他推开。 哎呀, 没看到我来找儿子呀, 你挡着门做什么? 两人还没看到李北辰出来, 就先被桌上的饭菜吸引了。 哎哟, 这早饭都做好了呀, 正好我们还没吃呢, 元朗, 快坐下吃饭。 哎, 不好意思, 你没说你们要来, 所以没做多的饭菜。 你说什么呢? 老娘吃你顿饭还不行了是吗? 我, 我们吃剩下了, 会给你们留一点的, 笔钱不都是这样吃的吗? 李云朗, 这是我家。 李云宝, 你。 我现在秀业, 叫业小宝, 下次别叫错了。 什么? 你改姓了? 改不改是我的自由, 跟你无关。 你, 小杂主,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李氏说着就要动手, 然而手才抬起来, 就看到儿子阴沉着脸走了出来。 哎, 哎呀, 这孩子呀, 被教育得越来越不像话了。 那是我亲自教育的。 你, 哎, 哎, 是, 教育得挺好, 挺好的。 小宝和玉儿不理他们, 自顾自的坐下吃饭。 娘, 快点吃饭, 一会儿凉了。 男, 我也饿, 我也要吃肉包子。 哎, 你看孩子。 我也是借宿在这儿的。 那就等我们吃剩下了再给他吃吧。 你这孩子说什么呀? 怎么, 在你们李家不都是这样吗? 哎, 你这孩子怎么。 你大清早过来, 是有什么事儿吗? 啊, 对了, 北辰, 我今天呢, 来就是想让你带着云朗去读书。 你说这孩子还小, 总是不上学也不行, 对不对? 为什么不去私塾报名呢? 这, 那, 你这不是方便吗? 哼, 那是因为他被私塾拉黑名单了。 哎呀, 孩子已经知错了, 那些人就非是不依不饶的。 哎呀, 北辰呀, 你就去跟夫子说说好话吧, 啊? 这事儿我帮不了你, 有这时间, 还是想想怎么求受害者原谅吧。 求他们? 我们凭什么去求他们呀? 这俩孩子打架本来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他凭什么说都是我们原朗的错, 我看他们就…… 够了, 如果你就是这样的态度, 我想, 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我一会儿还有课, 就不送你回去了。 你…… 见儿子不理他, 李氏只能拉着李云朗要走。 你知完了吗? 剩下的留给我行不行? 嘿,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咱们家是没饭吃嘛, 赶快给我走。 奶奶, 我想吃包子。 够了够了, 赶快走。 我就说不行, 啊? 那老二啊, 我看是铁了心和咱们划清界限了, 他根本就不肯帮原朗说话。 哎, 能用的办法都用了, 没办法, 这孩子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那云朗他娘…… 不管了, 他自己教育不好孩子, 现在找谁也说无用。 那座他爱吃的红烧鸡吃, 便不安地上前问道, 庆罗, 我这几天又做错什么事了吗? 没有呀。 那, 你是打算让我搬出去? 什么? 你该不会是鸡翅放毒了吧? 李北辰你说什么呢? 不不, 不是, 你前几天还对我冷言冷语的, 恨不得连夜把我赶出去, 现在又…… 前几天是不是因为你总是惹孩子不高兴? 你说你要和孩子培养感情, 需要天天在家惹他们生气, 我能不气吗? 我没赶紧出去, 你就该偷着乐了。 庆罗, 我们能不能就暂且这样和睦地相处着, 如果有一天你实在厌烦我厉害了, 我会从这出去的。 有孩子在, 这里愿有你的位置, 你不用担心我会赶紧走。 只是两个人的距离不要太近就好, 我真的很怕太过靠近你。 难道真的没有一点机会了吗? 啊?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就是担心我一直住在这儿会影响你找幸福, 就像小宝说的那样, 我会成为你的困扰。 你放心, 我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当时李大人一直和前妻生活在一起, 不怕外面的人多想吗? 外面的人, 他们都知道我有妻子, 青罗, 你能不能给我透个底? 什么? 你, 到底是喜欢苏语那样的青梅竹马, 还是喜欢萧公子那样年轻多精的贵公子? 那, 你喜欢什么样的? 外面那么多的花花草草, 你更喜欢活泼开朗的, 还是文文可人的? 我喜欢, 我不知道, 你呢? 嗯, 我更喜欢我自己这样的。 我说的是择偶标准。 如果是自己喜欢的, 我觉得我就没有标准了。 没标准? 那, 万一对方是个渣男呢? 万一他骗财骗色呢? 你对男人怎么能没标准呢? 这不是没遇到吗? 再说, 我怎么就那么寸, 非要碰到那种不堪的男人? 你这么蠢, 当然会碰到这种男人了。 那碰到了就碰到了, 反正我自己喜欢, 他扎我也好, 骗财骗色也罢, 我认了。 你…… 李大人, 你对你前妻关心的有点多了吧? 我关心你, 我是疯了吗? 我就是担心孩子。 你要是找个不好的男人, 对孩子不好怎么办? 万一骗你, 把孩子卖钱怎么办? 喂, 你看我像个白痴吗? 还是觉得我是看到男人就走不动道? 我告诉你吧, 我叶青罗这辈子就没打算要男人, 自己过不自在吗? 不打算找男人? 不找男人挺好, 我跟你说, 外面就没有好男人。 虽然, 让青罗接受我, 这条路不算好走, 可我不会放弃的。 你还是要这样一意孤行吗? 你知道我还有…… 我答应你的事儿会去做到, 可是未来的路, 我想自己选。 为了一个女人, 你真的值吗? 值? 贝臣,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因为对她的亏欠才会如此? 可能一开始是有点吧, 可是现在不是了。 贝臣, 我还是希望你想清楚, 你的人生, 你的理想, 你的满腔热讯, 这些都是你曾经的全部意义。 你说过的, 不是你自己心里的报复, 你就不会活着。 你确定你现在要放弃那些意义? 是, 以前我的人生, 那些就是我的全部意义, 可是现在不是了。 等有一天你遇到一个 能让你不顾一切的女人时, 你就会知道了。 这两天我要和刘广佛 去一趟隔壁县, 想着再盘下来一个店面试试, 我们可能需要去个两三天, 这孩子…… 你放心吧, 我会把孩子照顾得很好, 倒是你那边 真的不需要我帮忙吗? 帮忙倒也不用。 好, 不过你们开分店 能忙得过来吗? 倒不是我们自己开, 是要找人加盟, 只要这加盟店开起来, 以后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别的也帮不上他, 于是就把身上紧剩的钱 都拿给了他。 这些钱也帮不到你很多, 不过在外面买些好吃的 还是够的? 哎呀, 不用了, 你留着给孩子们买吧, 记者, 不许欺负小宝。 他不欺负我就好了, 我怎么敢欺负他? 还有陈恋, 不许过量。 知道了, 知道了。 不就是两三天, 你怎么就这么放心不下我呢? 不许欺负小宝, 不许欺负小宝 influx。 就算了, 不许欺负小宝, 不许欺负小宝。 走完, 那边看看, 不许欺负小宝。 因为你怎么处理, 没什么要求, 就算你这么做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